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扮我为先是我的人生的座有名 我经常以其他人的需要为先 凡事就以大局为众 这种作风是经过我几十年来的人生历练而得来的 要说就由我初来香港时候说起 我六岁和爸爸来香港 当时生活是很艰苦的 我日间就要帮家族打理生意 照顾我弟妹妹 晚上就在夜校读书 1970年 我凭着和太太多年辛辛苦苦注落的钱 请了有七十个员工 买了有几十部的继机 就和太太一起去创业 当时的小型家庭式工厂 今天已经发展成为全球 拥有六万员工的制衣企业 过去辛辛苦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挑战 今天的成果实在是得来不宜的 公司的经营 其实都离不开大我为先的理念 今天我将我的理念片写成书 透过这部书 可以帮助现在和将来的正院同事 去了解 辛辛苦大我为先的企业文化 对辛辛苦的永组经营 是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这部书可以给同事有系统去学习 和了解辛辛苦的管理工具 再者同事都可以更深入 认同辛辛苦人的成就 我希望同事看完我这部书之后 都有所启发 和我一起以大我为先的理念 去做到改变自己 改变企业 改变世界的崇高目标 本集完